那你来掌握更多的美国动态 首先来关心是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封口废案 总共涉及了34项重罪 让他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面临刑事起诉的前总统 而陪审团的裁决结果最快在这个星期就会出炉 势必会影响到11月的总统大选 另外是中国大陆在7月份开始 可以对入境的旅客电子设备展开查验 包括手机跟笔电等等 引发了资安疑虑 不过国安部特别强调 入境审查手机会在三个明确的原则下来进行 跟反间谍工作完全无关 并不会锁定一般的旅客来做查验 而现在网路诈骗犯罪杀猪盘的手法是推陈初心 嫌犯会透过约会的app来寻找目标 甚至利用巨男美女的照片 同时建多个个人档案来撒网 来提高配对的成功几率 他们也会自称在美国的大城市从事虚拟货币行业 不过只要你详细询问他们地点 很快就会露出马脚 比尔盖兹的前妻梅琳达盖兹特别关注女性议题 她有感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推翻堕胎权 认为她有必要来支持美国妇女的升职权利 所以将在2026年之前捐款10亿元 透过她的慈善组织来促进全球妇女的权利 最后来看是买电动车到底划不划算呢 一项调查发现 消费者入手电动车之前会特别在意的是价格 不过其实电动车的入手成本高居所有车种之冠 而使用率却比油电车少了20% 而分析也显示 混合动力车的性价比最高 甚至高于了汽油车 以上讯息是由美国世界日报提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